人们会为了节省5美元杂货店购物的钱浪费40分钟的时间开车去更远的一个超市 或者为了省几美分的汽油钱跑老远去加油 而富人则恰恰相反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堆积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的节目将从不同的角度讲述财富 来聊一聊金钱富有以及随成功而来的那些东西 总结起来就是关于富有的迷思 现在我们就给你一个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机会 富人的生活你想象不到 不仅仅是那种财富所带来的舒适 同时还有他们整个生活方式 财富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些是大多数普通人想都没有想过的 如果你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推荐给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来发现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关于富有的15个迷思 第一 工作的越少你就越富有 对富人来说 时间是他们唯一买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最顶级的享受 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有空闲时间 如果你不能享受财富 那么富有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富人都在用财富换取时间 这是普通人会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现实就是 人们会为了节省5美元杂货店购物的钱 浪费40分钟的时间 开车去更远的一个超市 或者为了省几美分的汽油钱 跑老远去加油 而富人则恰恰相反 他们会用钱买时间 要么就花钱从心甘情愿的人那购买时间 要么就用钱来让事情事半功倍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花钱购买直升机和私人飞机来辅助出行的原因 关键不是炫富 而是尽量减少时间和消耗 一旦你变得富有了 你应该立即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因为这就是富有的意义所在 第二 你越富有 你交的税就越少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提 很多人都对这件事纷纷不平 但是让我们来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确实 富人可以利用一些方法 让他们需要缴纳的所得税最少化 这是对富人有利的政策 但是事实是 只要你不是中了彩票 抢了银行 或者继承了遗产 那么致富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市场上提供你的价值了 你创建了公司 雇佣了员工 这些人有了收入 可以养得起家 顺利的话 你也就能拥有自己的公司 享受富人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我们都知道 创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需要有正确的思维 辛勤的工作 直面风险 勇于创新 随机应变 即使如此 还是有很多天灾人祸 会让你遭遇失败 所有投资都会付出东流 所以你看 富人所享受的税收优惠 都是由这些承担的风险 付出的辛苦 和做出的贡献换来的 除此之外 很多人能比别人少交税 是因为他们会花时间 去研究和学习 如何合法避税 第三 只有你的行为 与赚钱截然相反的时候 人们才会觉得 你有钱了 这件事其实很好笑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普通人 对致富毫无头绪 他们对于有钱的理解 就只限于法拉利和游艇 但是说实话 这种想法太孩子气了 那些成年人 根本不了解金钱的运作规律 其实每一个白手起家的人 都明白 财务自律的重要性 有些人通往真正的财富之旅 其实已经形成过半了 按照你的标准 他们其实已经成功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开始 肆意挥霍呢 但其实富人总是会 优先保证自己的未来 然后才会用利息 来购买那些奢侈品 你也不要再清晰那些品牌的 市场营销手段了 真相就是你不需要拥有Supreme 夹克或者午夜绿的新款iPhone 或者一块劳力士手表 所谓的需要只是这些品牌 营造出来的假象 他们不断宣扬有了这些东西 你就会在外面更有面子 但是实际上 他们只是基于你口袋里的钱而已 人人都爱奢侈品 但是你要明白 购买奢侈品 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第四 你越富有 你的债务就越多 我们之前的节目常常教导大家 要珍惜生命 远离债务 好好理财 现在我们却这么说 你会不会觉得非常摸不着头脑 但其实 这就是事实 富人能变得富有 是因为他们会利用债务 来加速他们的财务增长 另一方面 穷人却因债务而备受煎熬 难以脱身 这当中就涉及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叫做杠杆 简单来说 杠杆就是你可以用别人的钱致富 这是如何操作的呢 假设两个人 每人有25,000美元 A拿着这些钱去买了辆车 你作为我们对境机遇的老粉丝 就用这25,000美元作为首富 去买一套富士公寓或三层公寓 具体买了什么样的房子 就取决于你住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了 这所房子价值10万美元 余下的75,000美元来自银行 也就是别人的钱 这房子每个月都能租出去 租客支付的租金可以用来支付抵押贷款和房屋的运营成本 现在我们快进15年 这时候 A买的那辆车已经一文不值了 毕竟车龄已经达到15年了 假设这辆车 它卖废品能卖1000美元 与此同时 你的投资已经完全通过租金收回了 而且这5年 世界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房产成你的了 但是费用完全是租户们支付的 由于城市规划的变化 房子变成学区房了 房价翻倍了 你的25,000美元现在价值20万美元了 你看 富人就是这么变富的 有了这20万再来投资 这次把它作为价值100万房产的首付 这次 你就轻轻松松背上了80万的债务了 从财务上讲 这也没什么问题 那些富有的人就是这样不断利用债务 让别人为他出钱 第五,你越富有 你能拒绝的赚钱机会就越多 你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但如果你是通过聪明的方式致富的 那么成为富人实际上会让你拥有拒绝更多赚钱机会的权利 这意味着你对市场来说很有价值 你的技能功不应求 只要你能证明自己 机会自然会找上门来 只要你能合理应用 就能随便挑随便选 找自己最感兴趣的项目来做 金钱不再是你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人都受困于金手铐 就因为报酬优厚 所以你不得不一直做自己讨厌的事 你要记得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是积累财富 任何人都不能以金钱为名 把你困住 如果你想要开阔自己的思路 多发掘一下前辈们的经验 那你可以点击视频信息栏里的链接 加入我们对境机遇读书会 我们每周将会解说两本书 这样你将达到一年深刻理解100本书的读书量 内容涵盖财富思维 自我提升 心灵成长等各个领域 一次加入 终身免费 随时随地听书 读书会的销售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停止 并且很有可能不会重启 所以 如果你对自我提升感兴趣 那就要抓紧时间加入了 第六 赚到财富 守住财富 是很无聊的过程 大多数人是通过电影和电视节目 来了解富人和富豪的 这当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改编 电视上总是会有非常惊心动魄的情节 一个必须完成的截止时间 必须完成的交易 紧张刺激的商战 穿插着各种狗血情节 当然 通往财富的道路 不可能是笔直而平坦的 但是老实说 是非常无聊的 它有两个主要因素组成 那就是自律和财务上的成熟 你需要非常有自知力 每天都会努力工作来提升你的收入 还要在财务上足够成熟 保证自己不会一有钱就发飙 最后一失足成千股恨 它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 日复一日的工作 持续的阅读和不断提出新想法 努力想办法维系住客户 这样你的事业才能一点一点的前进 积累财富是非常枯燥的 你努力工作最终买下了你的第一项资产 然后你继续工作 之后你买下第二个资产 财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积累大量的财富 那么你需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高度 但是不这样 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不论是努力还是不努力 时间都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的 那么当你可以去创造的时候 又为什么要选择一事无成的 虚度几十年的时光呢 第七 你所有的老伙计的时间安排 都没法跟你匹配上 因为他们必须要工作 假设你实现了跨越 变得富有起来了 但是你无法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 肯定还是会有几个旧时好友的 这之中的矛盾在于 当你意识到自己成功了 你就会想要去享受成功 但是我们作为社会人 每个人都喜欢从人际关系中寻找乐趣 在与我们喜欢的人相处中找到快乐 但是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你的老朋友们没有你那么幸福 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你最后会感到孤独 他们都要工作 很少有时间出去玩 就算大家好不容易排除万难 统一了时间了 你还是会感到格格不入 因为他们已经跟不上 你在金钱上的脚步 弄得你最后只能妥协迁就了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都那么有钱了 全都我请不就行了吗 从经验上说 这种方法也就是开始几次有效 当人们总是需要别人帮忙买单 尤其这个别人 还是自己亲密的朋友的时候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糟糕的 这是关乎自尊心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富人最后都会跟富人 而不是跟从前的熟人玩在一起的原因 不单单是富人们的时间表更加一致 消费观更加统一的问题 还与你一路走来的挣扎和拼搏有关 这一路走来你已经经历了太多 牺牲了太多 到如今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生活 狂欢成了你一个人的孤单 第八 你越富有 有些事情就越是做不得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你的时间非常宝贵 任何可以假手于人的事情 都交给别人来做 哪怕你喜欢做那些事 也不得不如此 二 你会成为一个名荒荒的目标 有些情况下 别人拍拍屁股就能走人 但你就要担心别人 会不会为了额你的钱而起诉你 三 你需要关注你的财富 尽管人们可能梦想着驾船环游世界 但世上并没有完全被动的财富 你必须在场 你必须要处理紧急事物 尤其是如果你还在财富之旅的前半段的时候 更是要时刻紧绷神经 你看 在你拥有财富和财富拥有你之间 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你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去探索 因为你往往会发现 当你没那么多钱的时候 反而还比较快乐 第九 富有意味着 现在你毁了自己人生的方法 也多了很多 从物质到人 随着金钱的到来 你的选择多了起来 没有时间来给他们下半子的时候 一般人都还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他们会欺骗同事 经济困难还会忍不住陷入各种上瘾症 诸如此类 当你有了钱 一切都会被放大 所有上瘾的东西 你现在都买得起了 只要你喜欢 你现在可以负担任何上瘾的东西了 原来你配不上的人 现在也会对你头怀送抱 你想象一下 华尔街之狼的情节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马格特·罗比来撩你 你还能顶得住不做乔丹贝尔福特那样的傻事吗 更进一步说 从统计学上讲 你作为一个穷人 死于直升机事故的概率是零 有了钱就不是零了 更不要说有钱的道路上 你还会树立很多敌人 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 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斯友苏 我是疯狗编 周月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的资源毁灭你 第十 你越是富有 能失去的也就越多 而这一切都让你压力山大 人人都知道 变得富有需要牺牲很多时间和精力 没人愿意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那么恐惧失去 这种恐惧就像悬在你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你不想办法控制住他 他就会把你侵蚀殆尽 你现在背负着成百上千人的生活 你随意的一个商业决定 不仅直接影响着你的员工 还会间接影响到 成千上万受益于你员工的 工钱的人 不要低估这种提升 你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中 所伴随而来的压力 忽然之间 你的每个行为都开始举足轻重 你的压力也会一天天的增大 大多数富人都会通过身体和心理锻炼 来应对这一问题 就身体而言 很简单 就是去健身房 或做任何能让你的身体动起来的事情 就精神力量而言 冥想是迄今为止 我们发现的最有效的工具 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用它来减轻压力 培养自己的专注力 富人使用的冥想方式 与僧侣或宗教人是不同 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技能 并且一旦你掌握了它 它就会伴随你一生 你会不断得到积极的回馈 如果你也对冥想感兴趣 可以观看我们之前发布的免费课程 对经济域只为更好的你 只有拥有了强健的精神 才能让你克服这些关于富有的迷思 不让它们来侵蚀你 第十一 你对金钱仍有渴望 但是却不再有追求它的意愿了 如果你也是白手起家的人 那你就会明白那种内心有着强烈的追求更多 追求超越 追求更宏大欲望的感觉 大多数成功人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种炙热的渴望 他们想要逃离当前的环境 因为这种对成功的饥渴 他们愿意为了到达成功的彼岸而做出牺牲 既然你现在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那你就很清楚我们所谈到的那种饥渴 因为你能感觉到自己内心中燃烧的那团火 但是一旦你费尽千辛万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成功登顶 那么这种饥渴的程度就会削弱 你对当前的状况很满意 不用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了 你还是会想要更多 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目标 但是你不会像之前那么热切了 行白理者半九十 在你的成功路上布满了陷阱 大多数人路走了一半的时候 就会被现有的成就迷惑 从而放弃自己最初的梦想 他们失去了动力 不会再做大做强 你是不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呢 第十二 你越富有 你就越会意识到 与那些真正富有的人相比 你是多么的贫穷 除非你是杰夫贝索斯 否则总会有人拥有比你更大的船 更好的视野 更多的房子和更好的律师 你对富有的定义会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变化 基本上 富有意味着比你自己的财富多出至少五倍 如果你每年赚十万 那么对你来说 一个能赚五十万的人就很富有了 如果你在银行里有一百万的存款 你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 还会为外债苦恼 你心里肯定想 要是有五百万 所有事情都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当你真的跟有五百万的人聊聊 你就会发现 他也是仰望着有两千五百万的人 抱着跟你一样的想法 按照这种模式 无论你有多少财富 都仍然不会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富人 因为富人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不如就把富有定为有五百万吧 因为这对你来说已经是渴望不可及的了 就算把你的资产翻倍再翻倍 你也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你就雄心勃勃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 第十三 幸福天花板 金钱会如何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是富人保有的秘密 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有这种亲身体验 我们称之为幸福天花板 它会极大的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感谢有些富人献身说法 我们才能了解一二 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开着一辆生锈的旧车 我们送给你一辆崭新的奔驰 你的幸福大概就会从四一路飙升到十 你现在有了一辆全新的奔驰 这感觉太爽了 但是问题是幸福或满足感不会超过十 现在假设我们给你一辆法拉利 你都欣喜若狂了 因为法拉利你的幸福指数现在是十 相比之下 奔驰也就是个七八分 而你的第一辆车可能是幸福指数的一或二分 一旦你开上了那辆法拉利 再去开一辆奔驰 感觉就像降级了 这种情况在舒适度 事物和体验上都是适用的 那些你曾经奋力追求的美好体验 现在已经成为了你的日常 一旦你坐过商务舱 就再也不想坐经济舱了 一旦你尝过了美味佳肴 路边摊就再也给不了你惊喜了 游减入奢益 游奢入减难 每件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是如此 一旦你达到了幸福天花板的上限 那么就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就是你需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原因 永远要有成长的空间 第十四 随着梦想的不断满足 你就没梦可追了 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你就没事可做了 大多数人的愿望都差不多 看你最喜欢的乐队的现场演出 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旅行 亲眼见到你最喜欢的明星 为需要帮助的家庭伸出援手 当你有钱了 你发现所有这些都易如反掌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富人感觉很无聊的原因 一样的事情做了几次 你就不再有最初的那种冲动了 再没有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了 飞到世界的另一边也太累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富人都喜欢出高的离谱的价钱 购买汉普顿房子的原因 他们需要一个简单快捷的方式 来逃离繁忙的曼哈顿中心 那些豪华的派对也都是大同小异 参加的人也都是维持自己的社交生活而已 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第十五 你永远无法体会两次致富的狂喜 老实说 大多数人一次都没有体验过 但是你不是那些大多数人 你是有着正确的思维 大周末的还在看推进机遇的节目的人 是会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 记下笔记的人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但是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最开始 感觉自己有钱了时候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体验过 你就会知道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妙了 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 那总有一天也会体会到 有趣的是 当你有钱了之后 你不会感觉到更加富有 只是有了更多的钱 过去 人们常常认为百万富翁 就是身价很高了 但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 现如今 你的资产要达到1500万 或者2000万 才会觉得自己是真真正正的有钱人了 而超越了这个数 你就只是有了更多钱而已 你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你是没有自己的大游艇 只是租了一艘夏天用的游艇 你是没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而是租了一架 但是对于更加有钱的富豪来说 这也只是小事 不论你当时有多少钱 都珍惜你 察觉到自己跨入富人行列的那一刻吧 那么说到金钱 你在生活中发现了什么有趣的观点 或者存在什么样的迷惑呢 放心大胆的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 愿你早点体会到 我们今天说到的富人的烦恼 这里是对筋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